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va和Spart的后续走势及操作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Sava 这是Sava的走势 我们看到这是它的200天线 Sava今天收涨了5.85% 但是我认为今天的上涨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前期股价超跌 股价腰涨后会有一定的初期反弹 二是今天的整个生化医疗板块历势上涨 所以也带动了Sava也顺势上涨 并不是公司本身基本面有什么变化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有公司指控Sava数据造假 指控的公司 也是有备而来 发布了一份42页的指控报告 一是指控Sava公司在2020年5月15号 发表了失败的报告 当天公司的股价从8块1毛1跌到2块1毛2 然后公司又在2020年9月14号 又宣布经过对数据的重新分析 又认为是有效的报告 当天的股价从3块3毛2 散展到7块7毛5 同一组数据 前后矛盾的说法 即使不是造假 也至少是学术不端 这样的研究态度 着实不能让人苟通 第二是指控Sava公司公布的数据 有明显的篡改和剪辑的疑点 故意隐瞒了失败的数据 所以指控的公司 要求FDA对Sava的数据 进行重新的调查 并要求Sava公司 立即停止相关的研究 我个人认为FDA的调查 将持续一段时间 尤其是哈兹海摩镇的药物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取得突破 可见难度极大 前段时间获批的BIDEN 甚至让FDA的两位评审辞职抗议 FDA BIDEN的药物 它也只是严谎症状而已 也不能治愈哈兹海摩镇 可见FDA对阿兹海摩镇的药物 的审批是非常严格的 因此在短期之间 得不到FDA的调查结果的情况下 我认为Sava的股价会在50和65之间震荡 就在这一段 这一段之间震荡 OK 我认为目前有盈利或者小幅亏损的朋友 应该暂时离场观望 而如果有朋友亏损实在太大 无法割肉 就只有在50至65之间的这段区间 高抛低息 争取能降低持股的成本 但是一旦股价跌破48美金 一定要止损离场 OK 下面来说一下Spart Spart今天的股价下跌了14.92% 这只股票我认为每一次的上涨 都是朋友们短期离场的机会 Spart的报告的 最近一季的收入只有850万美金 比去年的同季下跌了23% 每股亏损三分 到2021年6月30号 到6月30号为止 公司的现金 公司的现金只有3800万 公司的现金只有3800万 我认为公司它这一季的表现实在支撑不起单前的股价 尤其是近期的大幅上涨 有大量的套牢 一旦股价有一点点的 大涨就有大量的套牢 会抛售手中的股票 所以我认为Spart的股价至少还有50%的下跌空间 尤其想强调一点的是 公司目前还处在发展阶段 目前还处在亏损状态 手上的现金不多 急需额外的资金发展 所以我认为如果公司它利用股价的大涨 蒸发股票 对重仓的散户朋友们将是灾难性的 最后总结一下 这两只腰股的操作策略 如果短期上涨的话 就是逐渐减仓离场 观望 一旦急速下跌 一定要立即止损离场 这时候一定是比谁跑得快 大家如果不能记住的话 就记住那只儿歌好了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跑得快 跑得快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